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作为年轻的民意代表 你想帮年轻人除哪三害 心哪三害 来听听你 应该常帮他心里吧 你怎么除三害 要有事我这三件事 我实在是吞不下去 听你的意见 我先讲三例好了 三例好来 其实台湾基因从过去 18年到现在 我们在选市议员 然后一路到选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提出就是所谓的三公 那就是所谓的公共运输 公共住宅跟公共托育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坦白说现在年轻人 除了低薪之外 就是房租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公共住宅或社会住宅 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是柯文哲盖的 可能没有办法 对 因为他的租金太高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公共运输 那公共运输这里谈到的就是说 你怎么去做整个城市的重新建设 让他不一定需要自己养一台车 或摩托车 那我们的公共运输 又可以符合我们每个人 比如说日常的通勤的成本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单就是所谓的公共托育 很多人会惨说年轻人为什么不敢生 你们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 那坦白说生了就是怕养不起 或者是所谓 坦白说养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钱 是年轻人现在没有不敢去想象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公共托育的进场 那比如说他怎么去跟社会住宅联系 比如说社会住宅楼下就是公共托育 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讨论 社会住宅的楼下就是公托的这个场域就对了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讨论的 那比如说 就算他今天不是在社会住宅楼下 那比如说我透过公共运输 直接做很完整的串联 那其实我照顾孩子的成本会降低 那我愿意生 那我的生活也会过得更好 但是我觉得三害的部分 我觉得那不是三害 反而是你怎么去跟世代重新去对话 很多人会习惯去谈说什么 阶级已经是对立的 实在是对立的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对立的 因为只有对话才可以产生出可能性 只是在对话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讨论说利益的重新分配 我们可能未来的劳保会出现问题 会超支等等的会破产 那些东西其实要透过沟通 跟不同的政策拟定的过程去讨论的 所以对立不会解决问题 我觉得在社会议题这方面 是好那终于你的三害跟三立 不是三立电视台 三立你跟这个这个这个 恒威有没有什么差别 还是很接近 这个差别蛮大的 蛮大的 小黑他可能会比较 年轻人会觉得说 有一些事情要对话 比如说有一些人我是完全不对话 比如说第一个害 叫做中国国民党 第一个害中国国民党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话是 我们一开始说说 台湾激进可能是这个抗中保台 但是你说主持人刚刚有说到说 国民党年轻人说要核中保台 我想请问一下说 你今天面对一个敌人 然后整天要闯进你家 欺负你的时候 你还要联合他来保护台湾吗 这样不就变成是 你把坏人放在自己的家中 来破坏你的台湾 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对话空间 我们有对话 台湾激进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说可以对话东西 必须要在60分的基础以上 那像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 他们一直在岛内进行破坏的时候 他们是在60分以下 这个是没有对话空间 60分以下不及格的 我们只能删去 然后再重新的跟其他东西磨合跟对话 所以中国国民党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第二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直在 想要进行对台湾渗透 所以我们也才提出反渗透法 台湾激进去做出这么多的 阻止他们的行为 最后一个害其实是我自己 因为我们在重振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像大哥讲的 我们刚刚我们其实在过去重振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的老江湖 我们都重新不断的在检视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心中的初心的价值 然后在面对外面这些江湖的险恶的时候 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都每天都实事前复事 最后一点真的很重要 人会变老 但是不能变油条 人可以有智慧 但不能变奸诈 这个政治的算计 我真的很期待说 年轻的时代 在台湾的很混乱的政治的一个时代 你们能够做所有人民 对政治最后的那个希望 让政治说 还有你们这年年人 还有愿望的机会 OK也希望你们加油 我有几张手板鼓励一下你们 他说人总要起飞 我不害怕第一次 我害怕没有第一次了 好好掌握你们这第一次飞给大家看 任性 这可不是任性 只是在最合适的年纪做最酷的事了 希望你们把政治 不行当作是一个所谓政治 这么恐怖的事情 当一个酷的事情 一个快乐的事情 一个有说服力的事情 让我们感到喜悦的事情 也祝福大家 OK刚才出了那个考题 这个柏阳影响 字很公正 你心里面 你要把这个国民党 来你给大家看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小时候写字不认识 跟我们弟弟一样 国民党是要什么 我想要跟国民党讲的是这个 你想要做中国人 现在有职行可以背 你不要免共外在台湾 做中国人 你要做你就自己去 要做中国人现在有职行可以 现在有职行可以 民进党呢 民进党是这个台独我来冲 政府你来告 这是你顾政府 开好中华民国就好 开督我们做 OK 上次那个 陈卫文跟你有一个节目 他说什么 小绿没有好下场 你回向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 为什么 我凭什么我们是小绿 我应该是胜绿嘛 你是胜绿 应该是鉴定的人是胜绿才对吧 那大家想提醒你 你跟民众党 特别是柯文哲主席 你要跟他说什么 我是想要跟民众党那些 蓝绿照酸白银 走去民众党的人说 珍惜生命远离檳榔 大家都笑他们是台北檳榔 我真的觉得因为 党主席投机的时候 真的底下你去夾虎 你也不会拿到什么好结果 这柯士党看到他会穿 来来 你们把他的时代力量说 你们有没有吃时代力量的豆腐 OK 时代力量我是希望 因为像国昌老师不在家 你们会不会说好 跟你这样修理一下 应该说我是希望时代力量 可以远离电脑看见社会 就是说你要知道社会长怎样 你不能说人家很清楚 为什么你讲他们都在看电脑 你不能说人家一力一修的时候 你就喊恶力 因为像我自己在工厂工作 我自己知道很多老板 是没有办法做到恶力 可是你喊听起来很高尚 但实际社会不是这样运转的 OK好 所以远离电脑看见社会 要多接地气 OK好 这实在是大家都签的 余甄你们说什么 我要怕死 你如果国民党说什么 有稍微土改一下 没关系 都可以接受土改 OK没问题 我想要对国民党讲的话 就是有良心就解散吧 国民党没倒台湾就不好 OK好 你要跟民进党说什么 我要跟民进党说 一起让台独成争霸 等到只有本土政党的时候 我们就来竞争 OK好 OK好 就说希望能够 本土政党的时候 在一起竞争 好的本土政党 跟好的本土政党 来竞争 竞争执政 好 那台湾人民可以享受 真正的所谓 本土政党的竞争红利 好 那我要跟民众党说什么 要跟民众党说 仿冒抄袭是中国人的专长 他什么 他抄袭什么 他抄袭了台湾民众党 奖魏水 你听我说 他们违背了奖魏水 奖医师当初 创立台湾民众党的一些精神 价值跟路线 没错 这就像柯文哲 他一开始2014年参政的时候 跟他今天所言 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 他当时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假的 柯文哲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柯文哲才是真的 台湾民众党就围绕着柯文哲 他们就一人 真的有够辣椒的 这个民众党吃了 我看会 好 你要跟时代力量说什么 想跟时代力量说 党内的团结 来自党的核心价值 别让台湾人对青年参政失望 你是认为因为之前很多退党的风波 纷纷扰扰 那当然也包括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你说退党风波 因为时代力量 我觉得年轻的工作也算偶尔会去互动 说得有点可惜 那你的看法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情况应该是因为 党内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价值 像我们的核心价值就很明确 我们就是主权自主化 然后社会自由化 然后这个还有民主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一直以来 时代力量他们的这个党的核心价值 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想要问 那有可能在这个不同立场上面 大家有分歧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说这个人的立场跟这个人不一样 那他们党内可能 目前是透过什么样子的决策机制 所以导致说 最后大家都是 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是大家是在网路上面互相放话 然后就连说连退党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在网路上面才看得到 这是你的观察 当然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不能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发生 好 这个恒无为你要跟郭民党说什么 我请他们是说回中国吧 目前台胞可以免费打疫苗 对 这个的话 好 好像连圣我就很想打 那就赶快回去吧 因为最近可以免费打 那跟民进党要不要说什么 我想说是台湾基金准备好了 OK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对 OK 这句话有校正的意味 对 有到校正 就是过去可能别人会觉得 就像前几天朝鲜凶的 到底是谁是大律 谁是小律 但是我们认定 我们在思想上才是真的大律 那思想上大律准备好了 那是不是就要来 思想上你们才是大律 对 OK 不简单这个气度非常的超过101的高度 好 要把这个 第三 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 讲一下 不要讲讲话 你们讲的柯文哲的民众党 你要跟他讲一下 我想讲是中国路不是路 回头是岸 因为各位科学家坦白说 就是崇拜柯文哲 所以就一直 科学家那个柯文哲那个科学家 对 就是各位科学家是很崇拜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走中国路 我保证今天很多云友看的心肝 没有关系 会不会被封杀 冬天冷 不会不会 冬天冷 OK 心脏自己自己 自体这个按摩复苏一下 OK 好 这个民众党 民众党 我帮他请 要把时代力量说什么 就是我有明确的方向 才能请全力的冲刺 这是我的想法 那你们 你认为 你台湾基金跟时代力量 有什么差别呢 应该是我觉得 你们未来 进一步的成长 会建立在 时代力量的痛苦上面吗 我觉得那不是痛苦 而是比较出来的结果 就是台湾基金要做什么 我一开始就谈得很明确 就是我们就是要搞太多 然后我们很明确 就是我们要捍卫 可是国昌老师对台湾的主权 也非常坚定 我们两个 上个礼拜前 我们要碰到他 对啊 在新书发表后 要碰到他 我觉得那个坚定是指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参长很多不同的分争 那个分争会在于说 你们在成长 或是你们在共同做决策路线里面 有没有去真正做下来好好探讨 就在这个探讨过程当中 你们才可以确定每个人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是我们哪里其实没有共识 那才可以去谈嘛 可是现在 时代力量感觉是 他们没有去谈 而那个目标没有定下来之前 坦白说 每个人都是五头苍蝇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OK好 我们有邀请这个 这个时代力量的朋友来 到时候也麻烦 这个列为题目 这是个台湾基金的刘恒惟 对贵党的指教 OK好 没关系 你们应该都会聊得来了 好来 这个总理 你要跟国民党说什么 我做人比较好 所以我也嫁得去谈 对啊 自己讲 我来说他留在台湾 但是留在这个立宿破不管 放在里面 留在台湾的立宿不够 OK 我这话 这个 很辣很辣 对啊 我都叫他去中国 辣辣辣 好来 再来 你跟民党说什么 民党也对不错 我说激进民进 要一起进行台湾独立 请他们把台湾党冬拿回来 OK 好 就是说把台湾党冬做一些修正 拿回来就对了 好 要把民党党说什么 民党党 我对这个柯文哲 这个市长有一个 他的名言 他送回去给他 政治不难 找回良心而已 好 OK 心中 不不不 柯医师是叶克摩专家 亂不定 我说大绿小绿 就是柯文哲 他过去说的是 他是末绿 他比台湾基金还绿 可是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找回良心 那来跟时代力量 这个我总觉得 跟你们蛮接近的一个政党 我个人觉得 听你的意志 你要跟时代力量说什么 我是希望 时代力量能做新政治的榜样 因为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事 导致很多的民众 对第三司令有很多的误解 我们去拜票的时候 人家都会问我们说 我们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跟时代力量一样 那其实很困难 但是我们从18年 然后一直战书到20年到现在 台湾基金从来没有分裂过 而且我们也不会在内部的会议里面 对人家进行监听 然后去内斗 搞这种很严重的诠释上面的政治斗争 台湾基金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一党立正 以上发言减成精华40秒 李兆丽带人来帮我看看 我们就时间大概20秒30秒快速回答 即将投入2020的选举 请你简单告诉我 凭什么你会赢 你如果拜票就说凭什么你会赢 不好意思 凭什么你会赢 我觉得算机不是说你会贏就交给你 如果你会贏买票也会贏 但我们要投给那些买票的人 所以重点不是说我会贏不贏 重点是我的理念是你教的 我的理念是这个选择里面 这个年轻人和适合都在你的议会里面 是 所以重点不是我会贏不贏 重点是说我可以说出我们高雄市民的信息 我们必须改变所有过去 我们高雄很多这种所谓的乘客 这是重点 OK好 这个要在高雄投入地方选举 来回到宇正凭什么你会赢 我认为我们是代表了台湾基金的 这个政党价值以及理念 那台湾基金一直以来 一路以来 不管是从2014 2016 2018到2020 我们甚至在陈伯伟的 最后一天的肇事晚会 因为当所杀的执行长 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在台上勇敢的喊出台湾独立 因为我们认为有很多事情 你在选举的时候不敢讲 那你选后 你选上了之后 你就根本不可能会去做 所以在下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 无论如何 我们的声音 我们所坚持的理念 我们所坚持的价值 都会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一告诉大家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认为台湾会赢 或者是激进会赢 或是我们会赢的原因 就是因为看了这些理念 看了这些政见 你还愿意投给我们 那接下来的台湾 接下来的台湾基金 就会迈向这个赢的道路 OK好 恒威凭什么你会赢 我觉得因为我们很真实 因为政治过去讨论的很多 都是虚伪的 然后算计的 我觉得台湾基金 我们的主张什么很明确 然后我们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就算寒流星期 然后我们也是直接 毫不有意的打下去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很真实 因为代表真实 我相信那是会被台湾人看见的 虽然一路输到现在 只有这波维那场赢过 但是我觉得真实 他是有可以被人民相信 而且我们会赢的理由 OK好 因为真实 你们确定才会赢 不简单 看标局真实 OK这真是一个很 看起来很简单一句话 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许诺 政治人物的真是很难做到的 希望你们保持这个概念 来这个最后专闻 叮上练牙 来三十秒都给你来说一下 真的吗 感谢 我是台湾基金最消极的男人 所以我不觉得说 赢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想要问大家一件事 韩国瑜赢是台湾赢吗 我不认为韩国瑜赢是台湾赢 反正我没有很多力气去罢免他们 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台湾基金赢 就会是台湾赢 因为我们所有主軸思考价值 全部都建立在台湾本土的立场上面 所以台湾基金赢 好祝福这四位年轻人 也祝福这个年轻的政党 我可以再来泡地 拜拜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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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